大概11點多的時候接到導師的那個來電 然後說小朋友撞到 導師沒有講清楚到底是對撞還是說差撞 那當我跟我太太兩個人到學校的時候 那已經是11點30分了 主任跟體育老師兩位當下是把我們帶到校長室那邊 然後做一個說明 那我們當下覺得說那為什麼不趕快先送醫 然後那個主任他就是表示說 如果小商的話 那個他們送醫的話他們是沒有人力才可以送 然後我就請他講說那如果現在送的話 那不如我們自己送過去 所以也就是會出現的說在 所以屬立醫院的急診室會有12點多才到醫院的接近 所以變成說 當下 學校的處理態度跟他的程序流程是有問題的 因為 小朋友有 眼睛有複視的問題 所以又到了 屬立醫院去做一個專科門診的複視 那台北農總醫院的醫師是說 那已經出現複視的話 那就必須要開刀 然後他的那個 嚴骨鼓裂是0.5公分 然後 打的鋼片的話是2乘2公分 這樣子 對 然後校方到現在的態度就是一直是人處理 他不願意出來 連一句道歉也沒有 然後 連說明也沒有 關於這個事件的話 那事實上我們教育處也花了很多的這個時間去瞭解 那這個事情的整個始末 的確學校是有一些必須要去做一些檢討的地方 那我想在 實話的之後呢 我們接到 媽媽的陳情之後 我們也立刻到學校去了解這個相關的一些事宜 那我想整個部分教育處跟學校 我們會就是 發揮我們最大的善意 我想在最快的時間 我們會再去 學生的這個家裡面 再一次的表示我們的這個關係 我們在公開 我們下一個不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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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大約